彩排过之后的话你就开始录制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参考那个第39页吧 录制聚集也是这样开发人员 这个开发人员已经有了所以不用再开了 录制聚集 刚刚已经彩排过了 所以最重要还是你要先熟悉那些动作 然后那些动作熟悉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 整个 步骤最好是先把它记下来 那像我们在39页是有 那些 所以我待会会 一二三 四个步骤 那我们第一个先给他一个名称也许这个叫 枢纽聚集 把它录制 名称给他 那再来的话就把刚刚的动作呢再重复做一遍 枢纽 然后按 确定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 第一步的话就先插入一个 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他找到了按确定 如果没错的话 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要 百分比 不过我是建议刚刚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性别刚刚习惯是先拉列标签再拉值 不过好像这样会产生错误 那所以呢我们干脆 如果录制会错 不如我们颠倒一下 就是先怎么样先把那个性别 性别部分拉到值 然后呢 也先把百分比改一下 再拉列标签 就是 等于是说 把步骤稍微换一下 然后再把那个性别拉到列标签 OK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也不要做太复杂了 大概这样步骤 就先把它停下 OK停止 停止录制 那开发人员里面停止录制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 聚集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刚刚找到 枢纽聚集按编辑 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些需要 变更的 第一个 那我们第一个要改哪些 一样 他第一行一定就是 去止点add add的话 很奇怪 枢纽分析表一定会放前面 跟其他的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理论上我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我不知道你们习惯 我都习惯把 产生的工作表放后面 而不是放前面 所以呢 如果放后面的话 我早上有讲过 你就在add后面加一行 其实你控格之后 另外顺便讲一下 这个你们预设的字 好像比较小 如果你要把字放大 请建议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你可以把字放大 因为早上我没讲 我发现同学好像那个 字都非常的小 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那你可以把那个字 本来9号字 稍微变动一下 因为我是把它放大到14 只是14 这样看 会稍微大一点 如果还是太小的话 再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放到16的话 会变成说那个 旁边会容纳 不下 比较多的那个文字 所以我的习惯 干脆这边改成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我大概这边改成14 那你们可以看依据你们的 解析度自己再去调整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希望让 新增那个工作表放在 后面的话 那你可以在 后面空一格 空一格之后呢 其实他会有些提示 他问你说 你要放 before 还是after before的话 是放在 左边 还是右边 所以你先打一个after 把这个 然后后面记得 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指的是说 前面是那个参数的名称 后面是跟他讲 参数要给什么 我要跟他讲说 after 冒号等于说 你要在哪一个工作表 的后面 那我们就最后那一个 最后那个我早上讲过 就是shits shits加S 然后呢刮壶 刮壶之后的话第几个 那当然目前看到你 最后那个是第2个啦 那不过 如果又多增加一个 那不就变第3 那这个数字都会变动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去抓他里面有几个 所以再打一个shits 点count count的话这边可以选 然后把它 空白键 后刮壶 这样子 那这样子他就会知道说 我帮你把它放在什么呢 在那个最后那一个的右边 OK就放在最后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底下这边还有哪些地方改的 就是在 再来的话 这个地方这个是新增 他会自动帮你新增的工作表 再来产生一个private Cache 快取啦 因为他目前还没有 放任何东西 那可能需要改的地方就是 table的designation 我早上讲过 这个可能就是跟早上一样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shits 去点count 早上跟早上那个一样 特别是 这可能就是你在 家的时候 记得那个 不要少东西也不要多 因为这边很麻烦 太长了 你如果只要错一个地方 你要找错误 是比较麻烦的 那我要放在 他的哪一个呢 是 最后那个工作表的 一般是range的那个 A3储存格 不过你要放 A2 A1 其实都没有关系啦 只是说因为 预设词是 习惯放 A3 好 那我就把这边改一下 本来是 某一个固定的 那个工作表名称 那我把它改 改动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 需要变动呢 还有就是他的version 这个version 建议还是先删掉 不然的话 将来你给别人的话 他可能没办法开 还有default version 这个也把它删掉 那至于 这个画面 有一些可能 一定要删除 要把那个画面截图 放在云端上 你可以再参考一下 另外还有这两行 你把它删掉 因为他 还要在选 某个工作表 可是你现在是工作表2 可是下一次变工作表3 他会不断变动 所以这个也要把它删掉 然后 其他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先试试看 所以 理论上的话 我们第一步就是新增到最后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 1 这边的话是 帮我什么 新增工作表到最后 所以这个也许你就自己再打一下 然后 再来这个就是 新增那个 什么呢 再来 第二个就是 他会新增一个那个 就是叫什么 这个叫 Pivot Cache 其实就是 叫什么呢 叫做那个 枢纽分析的快取 因为你还没有产生 所以 在还没产生之前 他会有一个Cache OK 然后再来 真正产生的话 就是这一行 就是 真的帮你产生的 就是在 这边 就是 第3个 这个就是真正产生 枢纽分析表 新增枢纽分析表 然后 再来就是把那个栏位放进来 其他我想 注解 大概就自己写给自己看的 你自己再把它 叙述一下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录的时候 我把它颠倒 我先拖拉什么 拖拉那个 就是他里面要记 他里面要算的 而且把它改成百分比 所以你会发现他会先是值 再来就是列标签 他刚好颠倒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改完了 然后呢 再来我们来试 执行看看 如果执行OK的话 这个把它删掉 所以呢 如果执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他会在什么 在最后 在后面这个帮我产生 所以这边 枢纽聚集 执行一下 看会不会成功呢 OK 成功了 所以理论上 大概就改那些地方 如果你 都改对了 那应该一次就成功 但是我们要把它怎么样 做成自动化 所谓的自动化 就是因为 我们 这个地方 性别已经有了 但是问题 性别之外 还有年龄 教育程度 一直到最后一个 那 这个地方 刚刚可以用 那个 可以 快速的解决 但是呢 如果在聚集里面 我们怎么样修改 他才有办法 一个一个的帮我产生 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那个 枢纽分析表 再加上就好 所以刚刚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所以 我刚刚改了这个 Aptor 就把那个 我修改的部分 把它画下 其他应该不用改了 这个第1个 这个第2个 这个跟上面这个 其实 这个可以这样 把它抓下来的 其实这个 我是把它复制过来 后面只是差别 就多一个点 点那个 Range A3 点Range A3 那其他就是那个 什么volution 有版本的那些讯息 会把它删掉了 这样子 就改完了 好像也没有改其他的 如果你这样 就基本上可以跑 最后可能会需要还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 sourced data 就是 资料的来源 那我目前是固定因为刚好 这个工作表名称是 问卷调查 刚好就是这个问卷调查 比较不会变动 如果未来你这个 问卷调查的这个工作表名称 也会变动 我建议你就 把它改写成我刚刚 在下午有讲到的 云端上也有 把它改成什么 shits 刮糊 哪第几个 或者是那个 名称 他给他用range的方式去叙述 我刚讲那种方式是比较活的 这种方式也可以 但是是比较固定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data source 来源名称 不会变动的话 那你用这样OK 好 如果未来这个名称可能变动 或者位置可能变动的话 那你就要写成我刚刚讲那个方法 用那个序值物件表示 我应该可以 理解吧 好大概就这样而已啦 其实没有很多 东西 只是说因为 很多同学 也许 第一次接触程式吧 看到会觉得 光看到就 有点头晕了 那 大概重点就是把这些改 改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后面 其实就是在把什么 把那个栏位名称 里面哪些呢 你会发现 会变动的大概就是 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 Private Field 栏位名称叫性别 然后 这个Private Field 这个有个性别 所以如果未来我要产生什么 年龄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跟这个 的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换成什么呢 换成那个栏位名称 就好了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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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过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